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分批在小溪洗刷了下 回到各自的帐篷 三个男人一个帐篷 三个女子一个帐篷 颠簸了三天有余 凤九儿和乔木很快便入睡了 月庆纯眼睁睁地看着帐篷的顶部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他却没有半分睡意 不知过了多久 他披了一件披风 站起走了出去 月亮洒在小溪中 水面上 波光淋淋 一切安静的美好 月庆纯在小溪边站了一会儿 目光投到不远处的山脚下 那边有一大片比较大的池子 今天的鱼儿是他 还有剑衣一起抓上来的 其实今天主要抓鱼的人是杨生 可在月庆纯的眼中 似乎只看见了剑衣 他看了小池一会儿 想起今天让人愉悦的画面 双腿不知不觉地往那边走了过去 老大 有个小妞儿过来长得好美啊 离小池不远的石头后面 藏了几个人 我看看 沉得来了 哎哟 还是个小美女 被称为老大的人探出脑袋 小美女带回家当老婆 小美女带回家当老婆 另一个山贼看着月庆纯不停地擦嘴 美女是老大的 没你的份 一位巨高大的山贼 瞪了擦口水的山贼一眼 这小美女怎么了 自己送上门来 老大看着月庆纯 眼底也泛着光 这美女的妞儿一定要给我带回去 是 老大 放心吧 老大 我们一定就这小妞儿给你带回去当老婆 月庆纯只想过去走走 却不想 山贼就在身边 她来到小池边站了一会儿 背对着巨石坐了下来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太奇妙 明知她心里没有自己 她还是跟来了 只要能看见她 心里就舒服 月庆纯此刻的心情挺好的 至少忘却了烦恼 脑海中只剩下了逾越的记忆 却不想 突然一阵香气飘了过来 月庆纯感觉不妙 立即闭了气 此刻她才发现 身后似乎有人 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 她刚站起身 身体晃了晃 便被身后的人给禁锢了 抱着她的人很高 她一掌搂着她的身体 另一只手拿着带有迷药的方巾 捂住了月庆纯的脸 月庆纯只是挣扎了一下 便昏过去了 她本来还可以坚持一会儿 可刚才香气过来的时候 她已经吸入了不少 知道中了迷烟的自己 不是身后男人的对手 她只能暂时假装昏过去 至少能少吸方巾上的迷药 好了 晕了 都晕过去了 个子最高 近过了月庆纯的山贼见状 将带迷药的方巾扔掉 她回头看了自己老大一眼 将月庆纯扛了起来 好几个山贼得到了想要的 一同往林子深处跑了 入睡的凤九儿刚翻了翻身 睁开眼睛看了一眼 发现月庆纯并没有在她自己的地方 立即坐起来 这帐篷本来就不大 一眼看光 少了一人 凤九儿套上长靴 大步走了出去 庆纯 庆纯 凤九儿的叫声 剑衣做梦都能听见 她喊第一声的时候 另一个帐篷里的剑衣便醒来了 俊儿 怎么了 剑衣掀开帐篷的帘子 走了出来 凤九儿转身往回走了好几步 看见沁纯了吗 剑衣摇头 糟了 凤九儿丢下一句话 转身继续往前 剑衣回头的时候 凤江和乔木 从不同的帐篷出来 剑衣 九儿怎么了 凤江回头看了乔木一眼 大步过去 将乔木搂在怀里 这丫头每次睡觉都不安稳 衣裳打开了不知道吗 凤江搂着乔木 浅叹了一口气 还好剑衣应该没看见 九儿说 庆纯不见了 剑衣转身往回的时候 丢下了一句 她只知道 凤九儿穿着很单薄 并没有多看 搂在一起的两人 岳小姐不见了 杨生披了衣裳出来 剑衣连回应都没有回应一下 直接掀开刚落下的帘子 走进帐篷 乔木刚才还一脸睡意 突然被男人搂入怀 她一下子精神了 做什么 她抬头的时候 鼻尖还碰到了男人下巴 凤江没说话 搂着她走进帐篷 在乔木出手打人的时候 凤江放开了她 回头将帐帘拉好 衣裳没穿好 以后外出小心一些 她垂眸拉上了乔木的衣绳 这样乔木举起来的手 愣是没办法打下去 她好像也没有要欺负自己的意思 在没有碰到自己的情况下 将她的衣裳系好 乔木看着跟前帅气的脸庞 想起这个人皮面具之下 更帅的一张脸 举起的手自然垂落 警告你 别以为是我的男人 就可以随意对我怎么样 我对你怎么样了 凤江看着乔木 眨了下眸 弯腰靠近 乔木看着渐渐放大的脸 感受着她洒下的气息 本来就不晓得眼睛 瞪得大大的 在她的唇快要落下的时候 乔木那紧绷的眼皮自然合上 什么情况 她这是要自己亲自己吗 凤江并不知道 乔木有这种想法 要不然她肯定会不顾一切吻上去 她伸出双手 将锤落在她前面的长发捞起 放在她身后 凤江像似完成了一件 很巨大的任务那般 浅浅一笑后 离开乔木 看着她闭着的眸 后知后觉的三皇子 似乎才想到了什么 她舔舔唇 再次伸出大掌 在掌快要落到乔木肩膀上时 张开双眸 就看见某男在舔唇的乔木 反手一甩 啪的一声 凤江吃了一巴掌 她看着转身的乔木 胸咳了声 举步跟上 乔木 本集播讲完毕 请关注一刀苏苏的圈圈 有更多福利 等你来拿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